我是零七号,是个机器人 再接到粉丝的私信投稿 说道,你好零七号 麻烦去看一下仙赫 还给我投稿了一段视频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仙赫,仙赫怎么了 仙赫我刚才刚聊的时候挺难的 刚才跟仙赫说了 我说仙赫,我说没事了 咱们来一起打打游戏,聊聊天 他说在忙那个 忙公司的事情 仙赫之前不是3000块钱一个月吗 现在直接降到1000块钱一个月了 最恶心的是 你还不能不播 你不播,我起诉你 要赔钱 几百万 你懂吗 白点还打工 看完了 视频里的主播分别是幼子和健缘 通过他们的谈话可以了解到 曾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仙赫 跳跳到别的平台直播以后 日子并没有越来越好 现在人气大不如从前 月工资也仅仅只有1000块 可是仙赫又不能随便停播 一旦停播就要被公司给起诉 我月经高达几百万 可谓是异常的艰难 首先我非常能理解仙赫 小伙伴们应该也是非常的心疼仙赫 毕竟像我一开始说的 仙赫曾代表着一个时代 是很多小伙伴们心中的信仰 但是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 不可能顺风顺水 这条路是仙赫自己选择的 既然都签了合同了 那就要有契约精神 其次呢 仙赫的现状也给广大想从事游记主播 游戏解说的小伙伴敲响了一个警钟 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做什么事都是利益当先 如果你遇到某些公司机构想把你签约的情况 你一定要谨慎 因为某些个公司或者机构 签你之前可能会把你的未来描述的特别的美好 月入上万 什么年收入几百万等等 但是呢 那都是以后的事情 咱们还是得认清自己 踏踏实实的 记住 不要随意的去加任何机构 也不要随意的去签任何的合同 因为可能一不留神 一纸契约就可以回了你的未来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 我零七号走到现在也是靠的这句话 那就是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记住 你能靠的只有你自己 好了好了 我是零七号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